最近南華早報來報導 他們可以抓F22靠的是 雷達截面 雷達截面F22呢 雷達截面只有一平方公分 如果以這個張宴廷 張昌君之前有講 他說就是那個小小的 小小一塊 但是呢 中國的空軍工程大學的 防空反導學院謝軍偉他說 中國現在開發出 可以偵測到F22 跟其他隱形戰機的雷達技術 他就是把隱形戰機的雷達截面 增加了6萬倍超過了6平方米 直接加了6萬倍 他說這個偵測法可以覆蓋 6萬3千平方公里的遼闊戰場 我自己畫了一個簡單的圖 跟大家解釋一下就是 這個雷達跟戰機彼此的關係 這個可以 我們都知道 假如說一個正常雷達的話 假如說我們有三個雷達來講的話 那我們探測距離 比如說是以200公尺的半徑來講的話 這三個雷達連在一起來講 如果說彼此可以重疊來講的話 大概我就形成一個 這種雷達的一個 增收的一個連線 但相對如果說是 我的戰機過來的話 你對我偵測距離 不到200公里 可能只有10公里來講的話 就裡面這個小圓圈 我飛機到你10公里 你才偵測得到的話 你對我的效果 只有這三個小圓圈 那這三個小圓圈 你看這三個雷達 中間就有很大的空隙 就有很大的空隙 那所謂隱形戰機 它主要作用就是說 我讓你很難發現 它不是發現不到 只是讓你 增收距離 你本來200公里的 你只剩下10公里 我要飛機你10公里 你才看得到 那我偵測到你這個 兩個雷達之間空隙以後 我都是從中間進來 進來以後 第一個我們通常叫 隱形戰機叫什麼 叫踹門者的角色 這是為什麼踹門者 它是中間飛進來以後 它就先把你的 這個雷達戰給你打掉 對不對 雷達戰打掉以後 或者是後續的這些東西 把你打掉以後 緊接著後面就是 不需要隱形的戰機進來 就是炸彈卡車 譬如說以這個解放軍來講 它可能用的就是殲-15 或殲-16這種大型 在很多掛架上面 掛了很多炸彈的飛機 過來對你後續的 不管你的戰略部隊 指揮管制 通訊 輿庫這些東西來做攻擊 所以這是雷達的功能 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隱形戰機不是說 一定都隱形到看不到 只是說我只是減少 我讓你看到的距離 好 那現在來了隱形戰機 是不是真的就能夠隱形 它隱形的效果靠兩 主要是靠兩種 一種叫做這個 它設計的這種飛機的角度 它讓你打過來 雷射波給你彈掉 給你反射掉 不會回到 我們通常所謂雷達就是 我打一個波過去 然後碰到一個物體 它彈射回來 那我這樣就抓到你了 但如果說我打碎波 你散射到別的地方去來講的話 那就看不到了 這個波沒有回來 我就看不到了 那如果說我可以用飛機的造型 將你第一個 將你打過來的雷射波 給你反射彈掉的話 你就回不去了 第二個它靠什麼 靠塗料 飛機上面的隱身的塗料 我們經常講 這個美國來講的話 最新型的就是轟炸機 B2轟炸機 它為什麼說很貴 你知道 因為貴到它就不再生產了 它現在生產叫B21 為什麼很貴 它只做了20架就不生產 就是因為它塗料太貴 它每飛行一次來講的話 它空氣就會磨擦 空氣磨擦的話 它塗料就會被磨擦掉了 所以回來以後 它重新要再噴一次漆 把這個漆保養好 表面上面漆保養好 那這個漆又很貴 所以說美國來講的話 對這個B2來講的話成本太高了 那由此可見我們第一個 就是說隱形戰機來講 它靠這兩種功能 那第三個我們就雷達來講的話 雷達來講以前的雷達的原料 叫生化家 生化家 那現在來講像我們生化家 像蔡博士就很了解了 對不對 說晶圓的在這樣 第二代都是生化家 那現在來講第三代 氮化家 氮化家可以做到5奈米3奈米 都是用氮化家來做 那生化家跟氮化家如果說拿來做雷達的話 它的效果會強5到10倍以上 就是它的放大效率 放大再放大 就是我收到的信號波 我可以放大5到10倍 那對隱形戰機 你只要彈回來一點點波 我可以將你放大 那我就可以抓到你 那再來加上什麼呢 其實雷達來講 還有一種雷達是可以抓到隱形戰機的 叫什麼叫米波雷達 就是我出去 我們知道波都是這樣 但是這個波的長度 如果到1公尺以上的話 那這種波出去來講的話 它就很敏感 它就會抓到隱形戰機 但是相對也就是它很敏感 它會很多的雜波進來 所以你就會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海浪 還是天候 還是樹葉 還是什麼 就會顯然說雜落 對 全部都刷進來了 那現在來講的話 第二個它缺點什麼 這米波雷達 它非常的大 它大到要在一片地上面裝這個雷達 就是一塊地上面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不管是你不可能裝在戰機上面 對不對 你不可能放在戰機上面 放這個米波雷達 你軍艦上面放都嫌太大了 但是現在來講科技來講 這個解放軍它有一些黑科技 它是不是 它一直在研究 就是我們講的多元正控相位雷達 就是它用很多一顆一顆小的這種 這種氮化加的這種晶體 然後放這個波出去 然後每一個波放出去的時間點 它又有一個時間差 那你知道像我們丟一顆石頭 丟到水面上面 砰 丟下去 它會有這個波 假如說你再丟兩個石頭丟下去 你發現這兩個波 鼻子會干擾 那就利用這個好幾個 真的是黑科技 對 太多個波 然後不同的時間點放出去 產生一個這個 這叫多元正控相位 有元正控相位雷達 利用這個波來探測 那這樣的話來講的話 對隱身偵察機的效果來講 偵察會多好幾倍 那是不是會有多到六萬倍 我這個東西我目前來講 因為這屬於比較 這個高科技 我個人也不是這麼科學家也懂 但是我知道原理上面 理論上面 確實是可以做得到 如果說它可以將米波雷達 這個波放長到這種速度 然後可以降低這個雜波的訊號 同時可以用這個 氮化加這種先進的這種元素 能夠放大這個效果來講的話 有機會抓到 這個隱身戰機的機率是相當大 就算是我不能抓到 就是我原來對一般戰機 我的這個徵收距離 假如說是200公里 那我現在來講小一點 我到150公里 我對你來講還是很大一個威脅 我還是有機會抓到你的 我補充一下 剛才讓你講得非常的好 因為全世界在做這種雷達晶片 什麼生化家這些東西 三大公司 台灣有一家叫穩茂 他專門做這種化合物半導體的 這個理論就是 理論上可行 但技術上是不是被大陸開發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些通信的半導體晶片 它真的有放大的能量 對 那只是你在放大的能量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它畢竟是硬體嘛 它吸收到 可以吸收到各種訊息 你要把它放大的這個能量 要不模糊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 軟體的一個程序在這裡面 那我就很好奇 大陸這次畫面是已經有突破了 對 就說有點像說 這個任何東西都可以放大 可是一放大就是看不清楚 那它竟然能夠放大以後 還能夠看得很清楚 把一個銅板大的一平方公分的 變成六平方公尺 六平方公尺 灰彈隨便發都打得到 對他們閉著眼睛就不用 我們臉孔的毛孔都變成 夜球表面了 對啊 夜球表面了 所以這個技術在理論上可行 可是從來沒有人突破過 因為放大的比例到六萬倍 太高了 太高了 以前都差不多一兩千倍 都很了不起 就是因為涉及到 半導體的功率問題 對 主極性才八倍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這個真的突破的話 那就是真的是 以後這個逆中戰績 就不用花那麼多錢做了 對 逆中戰績快差不多了 萬萬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Sync片 快點 ADD 充滅 积 Cgon